著名网红樊小慧因为丈夫出轨 一下子被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中 女方独自带孩子八年 只和老公见面四次 含辛茹苦抚养孩子长大 没想到就得了这么一个结局 当然了樊小慧发了视频之后 小三贺雷也是火速跟进 也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勇气 因为在视频里她明确表示称 自己有那么一瞬间什么都不想要了 疑似都有了轻生的想法 但不得不说小三的颜值不如樊小慧 但这个心眼真是多得很 毕竟真要是在乎点什么的话 小三也不会在网上发这么多 和樊小慧老公的合影了 这简直都明目张胆了 甚至还有点宣誓主权 并且挑衅去原配的意思了 更让人气愤的是 小三和樊小慧老公相处的时候 还穿过情侣状 结果男方回家和小慧团聚的时候 男方居然还穿着这套情侣状 这样的男人真的没必要留了 对孩子来说只是一个称呼 对女人来说只是法律上的一个身份 若他心信你一切都可以忍 可惜他脏了 脏了就赶紧扔了吧 既然自己有能力赚钱 那就带着孩子好好过 有一天定会遇到一位朝夕相伴 爱你的人的 会弥补你之前缺失的依靠 樊小慧父母早亡 就应该去住地租房住 距离近点还好一点 相距千里难免会出事 又恰好他不是好男人 既然已经这样了 如果要离婚也要去说清楚 不能自己白白痛苦跟没事人一样 而小慧必须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给自己一个交代 必须严惩渣男和小三 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